新9號宣布境外移入個案當中 有一名40多歲印度籍男性 他是餐廳的廚師 因為都待在這個廚房工作 沒有跟客人互動 因此北市衛生局只匡列了 員工跟老闆採檢 但專家就認為了 這間餐廳 廚房離用餐區很近 應該要連客人都一起匡列 另外更有專家痛批了 解隔離14天才確診 不是在防疫旅館感染 就是在社區染疫了 指揮中心列為境外移入 根本是想要粉飾台瓶 這間位於北市大安區的印度餐廳 仍然有在營業 但內部工作的廚師被驗出陽性 原來他跟4號公布的 防疫旅館群聚案有關 證明境外移入確診者 按210612月10號入境之後 選擇14加7的方案 2月24號解除隔離 因為某商旅群聚 被召回採檢確診 但他已經進入社區14天 甚至在3月4號到3月7號 4天上班 每天上班8點5個小時 同餐廳工作的員工跟老闆 5個人匡列採檢陰性 北市發送了48則簡訊 提醒足跡重疊的民眾 要儘速採檢 證明案21061從2月24號解隔離 到3月9號確診已經14天 依照Omicron潛伏期3到5天來算 應該在社區或防疫旅館被感染 專家痛批 指揮中心將它列為境外移入 根本是想粉飾太平 除了檢疫旅館以外 也不排除社區感染的可能 入境這麼多天 還硬要列為境外移入 這是粉飾太平 又是一例解隔多日之後確診 指揮中心初判它是境外移入 但專家認為這樣的做法 容易忽略社區潛在的風險 記者黃宜俊、王宜仲 SNG小組台北報導